好音乐好的作品是没有界限 而且它就像一根线把大家穿在一起 本身我的第一张专辑是在我们宝岛台湾省发行的 那我也算是从台湾出道的 我对台湾省是有着不一样的情节的 在台湾省结识了第一批帮我一起编曲 帮我一起音乐制作的一些音乐人们 我觉得他们对华语乐团其实做下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包括现在很多经典的华语金曲 也都有他们的一份之力 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在那段时间结识他们 就包括今天在场的很多乐手老师 可能都是帮我录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的乐手老师们 所以见到他们我就会觉得很亲切 就一下子把我带回几年前的那个时候 来到第一天我就跟他们打招呼 我这么多年都没见了 就一下子那个情绪就涌在心头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台湾的歌迷朋友会给我留言 说希望我有时间有机会 还能够回到台湾省去做巡演啊 做演出等等的 它就像一根线把大家穿在一起 因为说实话我们现在内地也有非常多优秀歌手的歌 是在台湾省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的 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在台北市的时候去逛夜市 然后夜市里面都在播里用好的歌 然后大家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文化之间的一个交流 而我们在KTV里面点的歌也有非常多 非常多台湾歌手的作品 所以大家本身就是不分你我都是一家人 然后其乐融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音乐好的作品是没有界限 而且本身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东西 我们都很骄傲都很开心 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出来